提着大包小包出国玩 这仅像因为疫情延烧超过两年 好久没看到了 如今指挥中心宣布松绑边境管制措施 对啊 等好久了 都快疯了 我们都打了那么多疫苗了 而且症状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就把它当成流感吧 一些配套措施也没有做得很好 比如说我们口不要 也没有买到人口的10% 还是要再慢一点 民众真的想出国 想疯了 中央松绑措施包含缩短入境 居家检疫天数从14天变成10天 在家隔离可以一人一户 商务客也能有条件入境 但旅行业最关心的是国际观光客 何时开放 依旧没消息 这好像就是告诉你说 你做得很好 好好努力做 然后实际上有没有作为 没有作为 什么时候能来 什么时候不能来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政府一定要名利 一定要明确 不要多讲一些形容词 中央抛出边境管制有望逐步松绑 原则商务在先 旅游在后 而且最快三月松绑 但开放商务客对地迷业绩帮助不大 交通部观光局也示出善意 希望在第三第四季 有机会进一步开放国门 从现在开始 也就是从三月份开始 政府就必须宁定 因为每年到了五月份开春以后 对日本来讲 五一就是他们的春假 政府现在宣布是三个月后的事情 你如果下个月宣布是六月份以后的事情 再往后就七八月 那会不会缓不及其 所以我郑重呼吁 政府要明确定立游戏规则 隔离能够 是不是能够天数短一点 是不是能够在七天 五天或三天的 尽快地把它缩短 那如果说要做到就是我们 台湾的观光客能够自由地这样进出国门 我想这可能要到今年下半年 看看有没有机会 向来严格实施所国的日本 近期也宣布放宽便禁 优先开放商务客和留学生 美国也在去年底宣布 完整接种疫苗就可入境 也难怪台湾旅行业者心中很焦急 欢迎新闻江波伟 李嘉倩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